这个女人好惨,被男人用绳子五花大绑掉在房梁上,毫无反抗之力 缠绕在身上的绳子井然有序,俨然一件艺术品 男人则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艾莉刚和丈夫离完婚 不料家里闯入了盗贼,不仅将自己绑了起来 就连丈夫阿伟也没能幸免于难 男人将阿伟拖进卫生间,用同样的手法捆绑完毕 做完这些动作,男人掏出扳手,还特讲究地拿出打火机消毒 随着阿伟的一声惨叫,一根手指落地 他将手指放在桌上,警告艾莉乖乖听话 否则阿伟剩下的九个手指也保不住了 艾莉看后吓得说不出话来 男人告诉艾莉只要服从她的命令,便可保全家平安 第一个要求就是做她一周的妻子 七天过后,她自会替包离开 艾莉不敢反抗,只好答应 说完,她将艾莉松绑,两人换上崭新的床单 仿佛一对普通的夫妻在做家务 第一晚,男人将艾莉的手绑在床头上 就在艾莉以为要发生点什么的时候 男人只是抱住她一脸幸福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清早,男人化身完美丈夫,早早起床洗漱 随后一把扯掉艾莉的被子,艾莉被吓了一跳 为了防止艾莉逃跑,男人拿出一捆绳子 将艾莉的脚和自己的手牢牢地绑着力气 接着艾莉开始扮演妻子的角色 温柔地为男人穿衣打领带 如果敢反抗,男人就会冲进浴室,对着艾莉疯狂折磨 听到丈夫痛苦的叫声,艾莉内心煎熬不已 不一会儿,男人拿出了艾莉的手指放在她的面前 威胁道,只要她不听话,就会截断艾莉一根手指 没办法,艾莉只好对男人唯命是从 她不仅为男人做早餐,还会让她为自己吃饭 如果不是脚背绑着,一切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了 到了晚上,男人逼迫艾莉穿上黑胶连体衣 并拿出相机不停地拍照 趁着对方不注意,艾莉一个冲刺准备去卫生间解救丈夫 男人丝毫不慌地来到门外 因为她对自己的节省技术非常自信 果不其然,艾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解开绳子 就在她准备拿手机报警的时候 男人撞开了房门,一把将艾莉拖了出来 狠狠地摔在了床上 这个男人指定有点问题 自己没有老婆,就抢别人家的 因为抢了的老婆不听话 就把对方丈夫的牙齿拔掉 一个血淋淋的牙齿出现在艾莉的面前 为了惩罚她的所作所为 男人要求她吞下那个牙齿 艾莉不敢不从 强忍住恶心把牙齿咽了下去 男人随后警告她 不要再试图逃跑 否则下场会更惨 这周过完,自然会放过两人 艾莉含泪答应了 无意间,男人发现艾莉被家暴的视频 甚至还看到她丈夫出轨的短信 男人就像自己的妻子被伤害了一样 一股怒气,瞬间涌上心头 他立刻来到卫生间打碎了镜子 捡起了一块碎片 狠狠地扎在了阿伟的肚子上 凄厉的惨叫,响彻整栋楼房 回来后的男人 看着床上惊恐过度的艾莉 温柔地为他松了保 搂着他安稳地过了一日 第二天一早 男人做了一顿丰富的早餐 还贴心地端到床边 吃完早餐 她还主动打扫厨房卫生 完全一副好丈夫的模样 而艾莉却始终没有放弃过逃跑 她找到一把刀 偷偷地放在凳子上 随后两人聊起了天 再说到被家暴的时候 艾莉顿时气不成声 情绪失控的艾莉起身要回房间 却把小刀带到了地上 就在艾莉害怕的时候 男人捡起了小刀 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转身给她倒了一杯咖啡 男人的暖心 让艾莉瞬间破防 但想起丈夫的断指 和自己推下的牙齿 艾莉的内心又坚定了 趁男人不注意 艾莉找到一瓶偷藏的迷药 并成功地倒入了男人的酒杯里 然而她不知道 这一切都被男人看在眼里 男人不想破坏烛光网餐 于是故意将酒杯打落 今晚是男人和艾莉度过的最后一遇 她真的没有任何企图吗 从没见过这么变态的男人 把别人的老婆吊在房梁上玩弄 还要女人扮演她的妻子 真心实意地照顾一周之后 啥也没发生 直接离开了 临走前还贴心地准备好了早餐 留下一封感谢信 艾莉一脸的疑惑 在确定男人是真的离开之后 她急忙来到卫生间解救丈夫 由于结绳太复杂 只能用刀来割断 艾莉赶紧给丈夫包扎伤口 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露出劫后余生的笑容 突然 丈夫脸色一变 因为她发现艾莉居然浓装艳抹 还穿着性感的衣服 再看着自己狼狈的样子 阿伟不禁联想起一些不好的话 她粗暴地蹂躏着艾莉大声地辱骂她 艾莉联邦解释 说自己和男人什么也没发生 但是阿伟根本就不信 一把推开艾莉走了 回到卧室的阿伟 看到床上的早餐 和男人的留言卡 瞬间感觉头上长出了一片草原 丧失理智的她 随即对艾莉拳打脚踢 丝毫不顾及负其勤奋 仿佛禽兽一排 疼痛男人的艾莉 对着阿伟踢了一脚 也就是这一脚让阿伟直接倒地 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昏了过去 就在艾莉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阿伟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艾莉拿起手机一看 血压直接升到180 原来是阿伟的情妇发来的 看样子 他们偷鸡摸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她掀开阿伟的衣服 肚皮上赫然刻着两个大字 渣男 她这才明白男人的良苦用心 她想到自己为了救丈夫 而忍受的种种屈辱 换来的却是这种结果 愤怒的艾莉拿起桌上的榔头 狠狠地扎进阿伟的胸口 随后 头已不回地 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而身为开索将的男人 则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电影致命的顺从 表面上是一部犯罪片 实则是一部心理片 影片中对人物心理的刻画 对现实社会的反应都很细致 似乎本片中的男人 都是有病的人 且病得不轻 也许这是导演的刻意所为 他天生就鄙视同类 如果你是艾莉 你会怎么做的 悟空闹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